来 来 来 敬礼 当令 敬礼 当令 这些人哪 真是禽兽不如 如果都能像你这么听话 我白玉堂就不用费心了 什么 看清楚了 我今天就是要当 这瓢水 白大虾又来照顾小店生意了 信何如知 不必客当 我这次来是来当当的 您又当什么 看清楚了啊 我今天就要当这瓢水 你这玩笑开得也太大了吗 这田地下哪有当水的 没错 以前没有 现在有了 我是头一个 这 没问题 白大虾您要当什么 我们都照收 这回您要当多少银子啊 这次不要银子 也不要钱 这瓢水我就数两个人 她说她是要让那耍猴的长大气 和那姓周的丫头 正是他们两个 他们两个人被你们无缘无故地抓起来 这次我也不为难你们 就用这瓢水 把他们两个给熟出来 够客气了吧 不不不不 那个姓周的丫头还欠我们六十两银子呢 我存在你们柜台上的 少说也有两三万两银子 抵不过这六十两吗 你再这样啰嗦下去 就是我不发火 恐怕这猴子 你要发火了 你 你你你 你也就算了 怎么连这猴子也欺负人呢 真是 老爷子啊 咱们开店做商业 讲究一个干净利落 我就少说两句 去 到后面去 吩咐他们放人 是 好啊你 你居然就这么把我的神仙水给泼了 什么神仙水啊 就是一般的井水 我打一瓢去还给你 错了 这水你还不起 白大侠 您先听我说 慢点 你先听我说 你们都给我听清楚了 我这瓢水 来的可不 人仙水啊 你们三个好好琢磨琢磨吧 等将来有一天 我来熟档的时候 看你们怎么办 气死我了 气死我了 我怎么那么倒霉啊 遇上这样一个恶棍 这和你有什么关系啊 有没有关系 由我白某人决定 请你不要再多嘴 既然如此 白兄您请坐 咱们不妨好好谈谈 跟你们谈无济于事 我要见袁澳兵 我要亲自跟他谈 他已经不在家了 他去了哪里 那个地方 白兄恐怕不方便去 皇宫大内我都照去不悟 我还真想不出 什么地方我去不方便 他在哪里 那是一个男人的境地 尼固庵 难道他出家了 目前还没有 不过 也许快了 那个尼固庵 在哪里 三流阵外半山上 菩提庵